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短短的三四个月本来是武汉的问题 后来变成全中国的问题 再后来成了全世界的问题 现在真的也变成了你我要面临的问题 关于新冠肺炎 在前几次讲道和灵修视频中我分享过很多次 这次我不多讲 但安排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来到这里和我们分享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台北张启明长老和我们一起视频联系 在新加坡的弟兄姐妹们可能不太了解张长老 但是张长老在台湾的商业界地产界甚至教会界绝对是家喻户晓 他是神国度的先锋勇士带着极强的先知性的恩高的职场使徒 他也是带着为父的心的属灵城门长老 张启明长老也是我所见过的很少有的有着很强的方向感坚守华人命定的属灵先见 他的信息经常造就震撼神的国度 他兴起的TOD大卫会幕敬拜中心和乙林书房等等 也极大祝福了世界的华人教会 好了现在我们就在这里连线台北和张长老一起来探讨新冠疫情 很高兴在视频连线当中再次见到您 张长老请问台湾现在新冠疫情控制的情况如何 感谢主席比起列国来讲台湾目前的情况还算好 因为我们只有430位左右的感染者 大概有6位的死亡 但是在最近的日子里面台湾就有产生出了一个破口 就是我们有一艘军舰他去敦目之行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到全船有许多人感染 但是在他没有确实检查之前 就把这些的士兵官兵放出去了 以至于我们可能会形成区域性的破口 我们要了解当一个国家产生的区域性破口 就如同耶利哥城的城墙倒塌一样 你只要塌在一块当中 筹集就会有可能从这个地方攻占进来 所以现在我们正在迫切地为我们的国家祷告 为我们的总统以及我们的卫生部长来祷告 我们求神能够堵住这个破口 使得这个疫情不能够再扩散 我们宣告这样的疫情要停在这个地方 即使有破口 但在这个时候止住这个疫情的扩展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 谢谢长老 您认为现阶段的疫情和神对列国的心意 末世的心意有什么连结吗 好 感谢主 我真的是如同使徒行传第三章 二十一集里面所说到的 天必留他直到万物复兴的日子 就是神从创世以来 借着众先知的口所预言的 许多的真理正在被打开当中 在这一次的疫情的里面 我觉得诗篇第二篇以及诗篇第一百一十篇的 这个启示和预言就被打开了 诗篇第二篇的里面谈到当这个外邦啊 真闹还有列国啊 他们来谋算虚妄的事来抵挡耶华 并他的受高者的受了 神在那时候就说 我呢已经在我圣山上立了西安的军了 不但这样进行他也谈到 他要伸出这个铁杖出来 来击打这个列国 许多的国家的领袖 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都被击打了 我们看见到 无论是美国的川普 中国的习近平啊 日本的安倍啊 还有包括英国的这个 乔森啊 意大利的孔帝啊 西班牙的 还有除此这些君王之外 让我们看见到的包括 这个像尹歌星的当中 我们汉克斯啊 还有这个 这个NBA的这些球员 所有在这各个山头的领袖们都被管教了 那如同诗篇第二篇里面所想到 你们君王应当醒悟 你们在世上的审判官当受管教 为什么缘故神管教他们呢 当他被管教的时候 就表明神的铁杖证生出来的时候 同时他说 我已经利益我的君在西安了 同时他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 将地籍赐你为田产 我们对这个经文都很熟悉啊 但什么时候列国会成为基业呢 地籍会成为田产呢 世上的国会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呢 他说 当列王被击打的时候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你要按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成为这位君王祭司 也就是神的国 正在生出那个南海 而这个南海是有的铁杖 可以挟管列国的 这是记载在启示录第十二章里面所谈到 那富人生出一个南海 是有这样一个权柄的 过去的时候呢 我们都只有在祭司职份的里面 但现在我们开始 转化进入到君王的职份的 麦基喜德的等次 就是一个有君王职份的一位祭司 他将有这个权柄的杖 可以挟管列国 所以过去的时候 教会都只站在church的立场来祷告 但现在开始 你就会站在一个国度的立场来祷告 举例子来讲 当我们在这次祷告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祷告 为国家祷告的时候 不是只是求神 让这个瘟疫可以减除 或者是我们可以能够得到医治而已 我们要祷告的是 神啊 当你审判列国的君王的时候呢 同时把这国中不公义的政权系统架构 都要废除掉 在每个国家的领域里面 过去都有许多巴比伦的系统 控制在中间 特别是很多的教会 都受到很多的挟制 但神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 祂已经生出来了 以赛亚书第66章告诉我们说 国起能一日而生 民起能一时而产啊 但贤一取劳 就生出儿女出来 现在就是 神生出祂儿子的时刻里面 是一个有权柄的 拿着铁杖可以下滚列骨的 祷告的这个角度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为了我们国家 所有的不公义的体制系统 在这个时候 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上到天上的法庭 告诉我们这位王说 时刻来到了 你行审判的时候来到了 在第五印的里面讲到 那个这个 深渊的时刻还没有满足 但现在这个时刻 你就可以非常有能力的 来到永生神的面前 在天上的法庭里面宣告 是使我国家这中间 不公义的政权体制系统 要败亡的时候 因为你是站在一个天国派来的 一个君尊的祭祀的立场里面 代表着天国的权柄 你要向新加坡说话 你要向中华民国台湾说话 你要向中国说话 你要向华人说话 那一位神 审判和管教的时刻来到了 所以我相信 这个的真理的复兴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张老 我们都知道 5780年是非常特别的年份 特别对我们的华人教会的崛起 兴起 我们要进入全新的阶段和时期 但是现在看来 好像进入2020年开始 华人是最先受到打击的 从中国的武汉 扩展到全中国 甚至到全世界 刚开始是打击华人教会 后来全世界的教会 都变成空空荡荡 请问您觉得 新冠肺炎对华人的命定 有什么影响 到底它是阻拦了命定 还是反而成就了我们华人的命定 从我的观点来看 那当然是成就的命定 前面我已经说过了 神之所以透过这个COVID-19 在这个全世界 已经看到它管教了许多的君王 许多的领袖 但是我们要了解 预约节的目的 不只是让我们可以预约过 这些所有的这个 长子之灾或灭亡 还更重要的事情 它会进入到出售节 它会来到复活节 最后它会有五军节 也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 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入到荣耀的里面 他成为这位麦基西德等次的大祭司 他同样也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 好在地上执掌王权 这个COVID-19开始在这个整个的 从武汉到亚洲到这整个全世界这方面 如果审判是从神的家中开始 那么当我们经过了这个管教之后呢 我们就紧紧的跟随这位君王 我们要了解 巴比伦的系统正在败坏当中 一个喜爱的系统正在被建立起来 重点是我们能不能够 进入到这整个的复活的领域里面 如同耶稣基督 祂在坟墓里三天三宴当中 然后祂复活之后四十天之久 跟门徒们分享神火的事情 然后要他们等候 直到得到上面来的能力 这段时间就是我们一个回应神的时候 如果我们愿意回应神 在这段时间里面继续的忍耐等候 我相信会有一场圣灵的浇灌 在全世界各地方浇灌下来 我们在这个整个祷告先锋 从鲁岩狗的祷告运动里面 呼召我们在前面四十天的禁止之后 现在要进入到五旬节的 这五十天的祷告中间 我们就在等候 因为会有一场圣灵的浇灌 临到亚洲的领域 我们一定会经历一个 前所会有大的复兴 你会看见到 不但是教会 恢复到了初代的教会 现在的家庭的聚会 在家庭中的博比 透过网络的这样子的影响 我们正在逐渐的转型 回到初代的教会领域里面 在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很强大 圣灵的能力 和这样的一个使徒性的恩高的话 这许多的家庭的小组 它是没有办法继续维持的 那样的运作的 但是当神的大能来到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 这整个的架构系统 和这个整个能力就运作成一个全新的一个皮带 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体 它就会把福音传回整个耶路撒冷去 它会带来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得救 我也个人相信 会有很多的超智能力 会在这个日子当中被释放出来 所以华人刚刚好在整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来到亚洲的这个起点 所以我个人很清楚的确定 在这一波的当中 凡是对齐天国系统的喜安儿女们 我们将会在这一场的这个整个的复兴的中间 兴起来 不是靠这个 不是 我不是听见预言的得着祝福 而是这许多回应预言的 回应这个启示的 能够得着上帝的一个作为 所以我个人要祝福新加坡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在这段时间里面继续的祷告 持续这样子的一种持守 如同在马可楼一样 在这里面每一天我们这样的迫切 一定会有一场很大的能力浇灌下来的 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个征兆 我们就会知道有science 就一定会有wander 这个征兆已经显明出来的话 这个wander就是神的灵将很大的浇灌到整个的亚洲 临到我们华人当中 2012年的这个整个的 chapiers的这样一个先知性的一个行动 现在就是我们回应他的时候 我们若愿意起来行动的话呢 我个人相信包括中国大陆台湾 香港新加坡海湾的华人们 我们都会连成一起的 因为在网路里面是没有国界的 你可以想象到吗 过去的时候我们是分散在各国的 现在我能够来到这个网路的里面 跟新加坡的地方里面 一起的交通来分享 不但是这样的情形 我们华人也会影响到全世界 这个是华人新奇的时刻 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应他 长老最后我想问您 世界卫生组织 对疫情发展并不是非常乐观 也许明年才能够平稳 我知道很多先知相信 在逾越节就是pass over 之后 将会有一个发生奇妙的转折 逾越节的属灵意义我们都明白 请问长老您对今年逾越节 和疫情的联系有什么看法和展望 最后呢我也希望您能不能 在这里勉励大家 为新加坡的弟兄姐妹们 祝福祷告 谢谢 有人说这是所谓的第三次的逾越节 第一次逾越节就是以色列人 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审判埃及法老的这个系统 那么第二次的越节就是 耶稣基督为我们是在十字架上 三天坟墓里复活 神审判了耶路撒冷 以及以色列祭司的 这个整个所有的宗教的系统 但是第三次的越节 我们会发现到神已经开始审判 这些君王 这些世界人 巴比伦的系统中间 就像前面所说的 越节后面要有复活节 那么 当巴比伦系统要垮掉的时候 有没有新的西安的系统被伸出来 你会看到初代的教会 他们当他们有了神的大人之后呢 他们为什么会聚集在一起呢 这世界的财富绝对足够 让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的共融生活 重点是我们能不能恢复初代的教会的中间 透过一个集体运作的一种新的经济系统发生 新的政治的系统发生 新的媒体教育的系统发生 新的信仰的系统一起发生 重点是巴比伦系统的倒塌 要带进西安系统的出生 这就是我已经立我的儿子 我的君在西安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的意义 所以我个人相信 今年度一定会有一个新的系统发生出来 台湾的教会已经开始把各行各业连结在一起 我们互相的扶持 帮补一些教育 许多的businessmen 我们称叫做新弱士 以前这些职场的弟兄姐妹们 都是捐钱奉献的 现在他们在这个灾情的中间 很需要弟兄姐妹们支持他们 鼓励他们 那在这样的一种同心合意中间 神一定有心事会发生 但是另外一方面 有可能神要我们把一些旧的皮带丢掉 有些的行业很可能一去不会再回来 所以我们需要有职场的先知使徒 给我们有明灯照亮 什么是前面将要有的方向 我绝对相信会有新的经济结构 新的社会制度 整个要在这一次的疫情之后产生出来 教会若愿意起来转型成为Ecclesia的时候呢 你就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领域里面了 要看见到这所有职场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大家一起聚集在圣灵的营导里面 开始带领着整个的国家社会的体制 进入到一个预言执政的领域里面 那这就是我相信 在这一次月节之后呢 会带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突破 让我们从Church教会转型成为Ecclesia 天国的议会 天国逐渐会彰显在你我的土地 国家社会体制中间 愿神祝福新加坡 新加坡你是蒙神所祝福的国家 多年前神就已经预备华人来到这个位置的里面 原来就是为了在这末世的时刻里面 你将会向你周遭的列国发出 那几大先知使徒性的恩高和力量 你会影响印度 影响巴基斯坦 影响中东的这些的国家 因为新加坡你将会成为安提亚的教会 你将会有使徒先知 如同保罗巴拉巴西拉提摩泰这样的执事 被申发出来 而带来一个大的福星 神祝福新加坡成就这美好的命定 也祝福田牧师 并你们教会以及所有的这些事工的发展 神恩待我们 让我们一同努力吧 好的 谢谢长老的精彩分享 从长老的分享当中 我们可以从一个更高的属灵角度 天国的角度来看待疫情和我们的联系 它不只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经济工作 出行自由 教会的聚会 这些只是现象 不是本质 透过现象的本质 我们要看到 那就是神对列国的心意 神对这个世代的发生 也让我们和神的心意对齐 从动荡的世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看到神的天国降临的必然 如果您有什么感想或者读到的见解 您也可以在下面YouTube的链接 在视频的下面留言 感谢大家观看世事观天 一起实名世事 共同观叛天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